土耳其昨天举行地方选举 选出各地方的市长 区长 还有地方议会议员 在过去 总统埃尔多安通常是靠亮眼的经济表现来赢得大选的 然而在经济危机 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以及食物价格飙涨的情况下 他所属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几个主要城市的市长选战中陷入了困战 而这次被视为是埃尔多安期中考的关键测试 早前就有民调显示 执政党可能在首都安卡拉败选 甚至在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吞下百上 被视为是土耳其民众对总统埃尔多安信心考验的地方选举 昨天已经拉下帷幕 这场多达5700万名的选民参与投票 在争议不断的选战中 非官方成绩显示 在首都安卡拉的选战中 反对派共和人民党的候选人得票过半领先 而共和人民党候选人也出面声称 他们已经取得了首都安卡拉的控制权 大批反对派支持者也聚集在反对党总部 他们挥舞着旗帜并燃烧烟雾蛋 大肆庆祝投票结果 而另一边乡埃尔多安自己也承认了 执政党在多个城市落败 不过他强调 在全国整体的投票率依然有大幅度的优势 而他也承诺 政府将会在未来推行经济改革 埃尔多安执政超过16年 但是因为当地在近期饱受经济问题的困扰 而影响民众对他的支持 因此他才特意提到 政府将会在选举之后主打经济牌 以挽回民情